为石油储备基地建设提供了基础 如今我国石油储备基地二级工程选择了水风盐动库建设方案 不同于地面大型储油罐 水风盐动库位于地下数十米处 以天然岩石为主要结构 将石油封存在地下 不仅造价低廉 而且安全性大于地面大型储油罐 储油量也比传统储油罐更大 以目前建成的黄岛国家石油基地为例 其油库总容量高达300万立方米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石油储备要求 一个国家最低石油储备需要满足90天使用 美国已经达到接近150天的石油储备量 而日本则实现了200天的储备量 与美日相比 我国目前拥有3亿桶的原油储备标准 只能满足40天使用 在原油储备领域可谓任重而道远 不过我国第三期工程已经开始建设 未来将有更多的石油储备基地建成 并朝着90天的储备量稳固迈进 此外非洲近7年是石油产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我国对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建设 在地理位置上非洲离我国较近 未来更容易进行原油运输 相比外界凶贤的各个海峡 非洲未来或将成为中国的主要石油进口国 不得不感叹国家长远战略目光的巧妙规划 未来 taken 未来 未来 未来